這套是只有我一個人說的 因為這套應該只有我一個人有玩過原續的遊戲 我玩過第一集我堅持不住 因為我不喜歡它的超高效的物體 那你是不堅持不住是一件好的事情 之後更加越來越猖狂這個事情 我只有看過這個第一集的動畫故事 玩遊戲都沒有玩過 這個是不好的事情 然後我就在想突然間 咦3我是不是失去了2呢 你應該是看預期的動畫 不如去看原著的實況 看或者看那個攻略本 知道所有故事 好過看的動畫 動畫是一個五倍速的實況 簡直來說就是這樣 這套我想說是《彈丸倫破三》 《未來編》和《絕望編》 簡單來說就是一套超級粉絲的動畫 雖然我想在聽這個節目的人 應該有看到的動畫 但是如果你有看過 而你還沒玩過原作 不要看 如果你有去玩原作 如果也想玩原作的話 很簡單 這個題材已經告訴你 不是彈丸倫破三樣東西 看完之後 你知道了《未來》 你就絕望了 對啦 他就說一個《未來》的 就是《過去的就黑過去吧》 我看這些名字是有痛口的 什麼《Pokemon日月》那些 我看這些東西 行了 自己戴摩摩摩摩摩的東西 改名的東西都是你比較擅長的 簡單來說就是 《未來編》的《絕望編破三》 第一集的頭一分鐘 就將第二集遊戲裡面的故事的最終謎底 一夜揭露了出來 還有什麼遊戲呢 即是《偵探者》 第一就是說 你就是封守完之後 然後又進入不想 那個《未來》 是一個告訴你 應該第二集的故事要存在的一個謎底 也挺重要的 那你就是想叫我們玩遊戲嗎 還是不要玩遊戲嗎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本來都想到 是不是需要你玩遊戲 其實很明顯 很明顯 你不玩的人根本不是你的觀眾 他不當你是觀眾 但是他如果做這個橋段 其實是不是意味著 這個部分是很影響他的故事 因為這樣才令第三集的故事 需要去成立 因為第三集會有那個故事 然後繼續劇透 因為他講回苗木 將絕望殘黨治療的事情 當成了《未來機關的叛亂》 於是就要去第三集 就要去那個總部談判 然後黑白熊又出來了 又繼續玩遊戲 《未來篇》的故事 為甚麼要用動畫去拍這個 就是兩集的遊戲 為甚麼要用動畫去拍完這個結局 其實第三集的時候 有一個很明顯的意象 就是告訴你 已經不是在《學級裁判》了 已經不是那個遊戲 現在是另一個遊戲了 你《學級裁判》 如果你還在玩遊戲裡面 就是那個《學級裁判》的體制的話 你不倫 是逃離不了幾個玩法的 一定是要有查案 查案 然後有殺人事件 查案 查案之後有《學級裁判》 《學級裁判》 《學級裁判》 有那個遊戲性在裡面 然後揭露角色的過去 結束了故事 你的套路是永遠固定在那個位置 很難走出去的 第二集 就是遊戲裡面 我也佩服的 編劇已經玩得很盡 但是明顯地 如果再繼續玩這個橋段 很難推進故事上去 所以第三集就要換的形式 就不玩遊戲了 就最動畫 現在的故事就基本上 大家很熟悉的Q拉遊戲 晚上有一個人Q拉出來殺人 你就要找一個Q拉出來 那個名字是人狼 我想他比較像Q拉 因為他真的很簡單的Q拉 只有Q拉 沒有其他偵探 沒有護士等等的東西 其實遊戲很形式 其實主要是 你看了四集都明白 其實主要是想畫角色的過去 畫故事 其實為什麼這個最大最絕望的事件 發生到現在的情報 未來的機關是怎樣的 因為因為這個遊戲裡面很少提及 所以就多說一些 所以為什麼就是Fanshaw 其實我可以預期 就是說他這個人的背後故事 揭露出來了 那我就知道整個故事其實在做什麼 其實算不算是解謎片 我覺得應該都會有些解謎的成分 因為至少應該 是不是多一點 例如一集裡面 《盾子》的故事 《黑白鴻》的故事 到未來機關 為什麼一直以來會成立這些東西等等 其實在這兩邊 由未來片和《絕望片》 應該會解通了一些 講一點絕望片 《絕望片》是再明顯地 是跟你講一些 原著遊戲裡面沒有講明的事情 然後再講的 例如很簡單一個例子 就是原著遊戲裡面 去到第二集那裡 有一個弘昏症候群殺人事件 這樣 這個是帶過了作為一個殺人動機 去告訴你 遊戲裡面的一件事 尤其是發生過過去 動畫裡面因為二的前傳 所以就告訴你 所有事情 所以其實你作為一個Fanshaw 就是一個遊戲的Fanshaw 是看得開心的 因為其實不停在補充你的世界觀 不停在補充你的設定 其實你是在畫一些深的 有討論的成分裡面 所以其實這套動畫 為什麼要完全服務Fanshaw 就是因為它不停在解答你Fanshaw 一堆疑問 我們已經做過完結片了 就告訴你這些 和前傳 我就是純粹給你一個答案卷 現在給你看了 所以簡而言之 其實現在評定的動畫好壞 因為你知道的動畫在最後什麼 你問故事節制其實沒什麼意思 因為其實大家是用一個 探究的角度 對卷的角度 對卷探究討論的角度 去看劇情 不是他做什麼 只是觀想故事的了 就是看他可不可以補到故事裡面 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究竟是高手還是失誤還是不知所謂 我覺得也有的 尤其去到我自己覺得 可能我看到外傳不夠多 有些外傳有補完的 但是他有些事件其實都很含蓄 或者很模糊 或者說了算的方式大過 他現在是再嘗試在那裡 他繼續畫坑 我覺得他會有畫坑越挖越深的感覺 我只是覺得他有很多地方 根本就是不提 就是說人家為何會絕望 什麼事 不知道 這裏應該是絕望編 應該會講的 絕望編真的應該會講的 遊戲一二又好 他外傳在樂田菜 就是做個妹妹妹妹妹也好 完全沒有提過這件事 我告訴你 這套遊戲很絕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他連外傳絕望少女都拿出來說 你遊戲要玩完所有遊戲 你才可以 玩完整個系列的遊戲 你才可以看這套 可以看明白 和所有的東西 提供的線索 都是要求觀眾 看完了 了解完 明白完 才可以入場觀看 所以我剛才說的粉絲上 都不夠正確 這個是超級粉絲上 你還要有鑽研過 你裡面故事的設定 會看得更加開心 所以我看人討論 都會發覺 有些東西好像不太記得 或者沒看過 你不是粉絲 我發覺不夠粉絲 你不是真知中間 對 所以你就要回去 補完 而且我已經看了一停 因為他已經有絕對 絕望少女的角色 所以應該補完 是不是樂田菜 說出來 妹妹 我不說了 你不說了 妹妹沒有出的 妹妹沒有出的 客觀點說 解通不了結局的 說一句 一切都是九米田康子的錯 絕望啊 基本上所有東西都是用絕望 和希望 解決所有問題 那都不是絕望先生 有些什麼問題 解決不了 絕望事件的發生 就是九米田康子的錯 那是不是可以解得通事件 基本上我覺得他要看他 這次是否想認真說一些絕望的事情 他的粉絲應該正在看 不需要我介紹 不是的 沒有玩過藥絕遊戲 真的不要看 除非你補完 你又拿著這個入場券 對 你會看不明白 還會被人劇透 那是很不值的 我覺得 這個劇透 劇透的問題 我都沒有看完 不知道你們要劇透 都是的 但是你看不明白這個故事 得不常識 所以我覺得已經沒有意思 所以 留待緣分 看看有什麼故事搞作 好 今天節目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繼續有節目 拜拜 拜拜